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见以色列人 摩西带了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旷野的时候建造了会墓 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建造了第一的圣殿 不管是会墓跟圣殿建立起来 其实都有一班的侍奉的人 这一群是祭司 但是其实从神的眼光来讲 祭司有多少 神的子民就有多少 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其实他们各个都是祭司的 只是因了他们的背叛 他们的软弱 所以神不得不拣选立位之派亚伦的子孙 成为旧约时代的这些的祭司 到了五旬节的时候 初期的照会 圣灵的火降在这120位的圣徒身上 当然后面讲 为什么会降在这120位的圣徒身上 他们有哪些是蒙悦纳的条件呢 那到了新约时代呢 其实我们 其实人人都是祭司 所以这样子的信息呢 不是只有少数的服侍的弟兄 或服侍的姊妹们 他们应当注意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需要能够进到这样的信息里面 因为我们人人都是祭司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的体系 那进到这一篇之前呢 我们先有一个铺陈 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 谁来当祭司 就像刚才交通的 在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其实神是命定他们 每一个都是祭司的 那到了新约的时代呢 其实我们人人都是祭司 因为我们是圣别的国度 也是君尊的祭司的体系 那祭司的职份跟神的建造 其实祭司的职份 他的侍奉其实就是带进神的建造 所以是关系到神的建造的 那神的建造的完成 就是神经伦的完成 所以这祭司的侍奉是何等的重要 那祭司的侍奉呢 与圣别的关系 因为这位神呢 其实他就是圣别的 你要服侍这位圣别的神 你非得都是以圣别的方式 甚至呢 你要成为这圣别的祭司 圣别的人 成为那个圣别的国度 都需要以圣别来服侍这位神 这是我们神 祂的 这是祂的脾气 或是 其实祂就是这样的一个本质 所以就需要有这个活 活呢 其实就是使我们能够成为圣别 那一切的悲情下比 一切不圣别的东西呢 这个神呢都要烧毁 都要借着这个审判的活来除尽 那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这个还没出埃及的时候 这个摩西 他其实跟法老交涉 有十次的在那边的交涉 那这边呢 至少有五次的这些的交涉里面呢 神呢都要摩西呢 告诉向这个法老呢 说就是让我的百姓去 好让他们侍奉我 所以这些的以色列百姓呢 其实在神的眼中呢 他们是每一个都是祭司的 他们出埃及 其实就是要去侍奉神 不是侍奉法老 他们定命其实就是要侍奉神 说他们好侍奉我 让我的百姓去 他们好侍奉我 这样总共五次 那到了这个 出埃及十九章六节的时候呢 神也说 你们要归我 做祭司的国度 这个国度呢 就是人人都是祭司 所以就叫祭司的国度 那他就是圣别的国民 所以祭司呢 永远跟圣别呢 是没办法分开的 那所以就需要我们这一篇 需要这个凡祭坛的火 这个火呢 使我们能够圣别 烧去一切的 不属神的 不圣别的东西 那彼得 前书二章 这边五节跟九节呢 我们是被建造成为 属灵的殿 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 所以这个祭司呢 又跟神的建造 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祭司的侍奉 其实就是带进神的建造 那九节这边呢 说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体系 这边是说 我们是什么 祭司的国度 这边说是圣别的国度 所以可以看见这个祭司跟圣别 还有祭司的侍奉跟建造的一个关系 那第一大点里面呢 其实他就着重了告诉我们 这个神跟这个火的关系 可以看见呢 其实这个火 这个神 他就是一个烈焰 因为神是圣别的 所以他需要借着这个火 这个火呢 其实就是这个焚烧的火 只要使我们能够圣别 那可以看见 其实这个火呢 其实就是三一神自己 那一面是因为神 祂是圣别的 所以祂是纳焚烧者 借着这个火 除去一些不圣别的东西 那宝座 宝座呢 其实通常就讲到神的行政 乃是火焰 这边是从但以理书七章这边 那不仅宝座是火 那伦呢 也是烈火 在神的面前呢 也有火和流出 这边是前面 这个焚烧者 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二章 最末了的这样一句呢 就是说神就是烈火 这个这样是强调神 祂是圣别的 那在这边 在但以理书这边呢 讲到神是火 也是讲到祂的公义 祂不仅是全然圣别的 祂也是绝对公义的 所以这个火呢 就是神的性情 就是神是圣别的 祂也是公义的 那这边是讲到这个父神 那到子神的部分呢 主借着祂的石 将祂自己这生命的火 释放到我们的里面 那在路加福音呢 十二章四十九节这边呢 祂说我来 要把火丢在地上 所以看见呢 这位神 祂经过了过程 成为仁慈 自从祂要成为 世生命的灵 后面讲这个灵呢 也还是火 那借着这世生命的灵 就将这个火 就摆进了我们的里面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生命的火 在一粒的麦子 落在地里食料 就结出着许多的子粒 那当他讲四十九节的时候 他说我来 要把火丢在地上 但是这个五十节的时候呢 他就说 我有当受的禁 就是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 这一件事 所以当他上了十字架之后 这个复活升天 成了赤生命的灵 所以这个生命的火 就像这一粒麦子一样呢 就结出许多的子粒 所以如今 其实我们都在 这个灵里重生了 所以我们都得着了 这圣别神圣的火 都在我们里面 所以呢 也使我们侍奉呢 能够有乐力 有动力 那这是负 这是子 那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 这个灵 它又成为七倍加强的灵 那这边呢 着重的这个灵呢 它讲到是这个 神行政的执行 执行的这一面 所以可以看见呢 这个火呢 跟这个神的关系呢 这火呢 其实就是三一神自己 在我们里面 借着它的经过过程 在我们里面来焚烧 所以呢 这个火其实就是三一神自己 甚至呢 他向着这个摩西 在这火烧荆棘的启示的里面 还有这个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22章里面讲 他说 我呢 就是这个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这个马太福音22章这边 他是向着撒都该人 因为撒都该人呢 他们是不相信有复活这事的 那主呢 他不仅向摩西启示 也向这些撒都 主也向这个撒都该人启示呢 其实他是复活的神 因为我们侍奉的呢 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的神 他是复活的神 所以这个三一神是活 那这个也是 在这个预表这个 互活的神 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呢 有心侍奉神的人呢 我们都需要认识 认识这样子 焚烧病加 神呢 就是那焚烧病加利的烈火 就是我们标语诗歌的 这个第一段的部分 所以呢 这个这一段呢 其实就告诉我们 神与火的关系 这火呢 其实就是三一神至极 那这位神呢 他就是为圣别 也是绝对公义的 所以呢 一切不属于他的呢 他就要成为这个焚烧者 这个火呢 来炼尽 烧去一切的悲情下柄 使我们成为圣别 成为公义 那这一段呢 是强调这个火呢 跟侍奉的关系 那这边 告诉我们 这一切侍奉的根据 就是这个基础 这个原则 这个准则呢 都需要借着这个 梵祭坛的火 那这梵祭坛的火呢 就是从天上来的火 也是需要经过十字架 因为这个梵祭坛 就预表了这个十字架 那甚至呢 这个 这个 从这个两坛之间 这个 这个 从这个梵祭坛 到这个金香坛 这之间 这是个西安大道 那 甚至 不仅这个 这个火呢 需要 从天上 根据 这个天上的火 来侍奉 梵祭坛上的火 甚至烧香 这个 这个烧香呢 跟这个祭坛 祭坛着重是在救赎的一面 烧香呢 其实是一个神的 悦纳的这一面 那 从 从这一幅图画 我们可以看到 梵祭坛 到这个金香坛 那这个 香坛上的烧香 它的火呢 也一样要 来源自这个 梵祭坛上的火 那这边强调这个烧香 一面是 神的悦纳 还有在 在神的面前 已经是 与神是最接近的 侍奉 也是我们 侍奉的这个过程 来到陈色平 点灯 来到了这个烧香这里 所以 一路的侍奉呢 不仅从这个梵祭坛 我们说 姑且说 它是一个开始 一直到这个烧香 从救赎 到这个悦纳 到神的面前 其实都需要 根据 这个天上 来自祭坛上的火 所以这是神 他对这个 以色列百姓 甚至在侍奉的人 的一个嘱咐 那 一面呢 这个火呢 要一直烧着 后面有一个大点 我们会一直讲说 需要一直的烧着 不可 也不许 熄灭 那我们的侍奉呢 这样的侍奉呢 就能够 借着神的火 能够烧出来 烧出这个 有力的一个 一个侍奉 那这样的火呢 借着这个人子 这位 这位子神呢 他把火丢在地上 将这样的火呢 经过这样的过程 如今我们在 这灵里面 重生了 所以我们也都得着了 这圣别的火 所以呢 我们呢 都有着火 所以有着来自天上的火 来自凡祭坛上的火 使我们能够有这个 服事的热力 也有推动力 也有这样的冲击力 能够烧出这个有力 Powerful service 有力的侍奉 所以呢 如果这个火呢 我们有了这神圣的火 这来自天上祭坛的火 我们的侍奉呢 就是出于神 就不是出于我们的天然 不是出于我们的己 后面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 拿达雅比户 这个失败的例子 那就不是出于我们 那就能够带进 这个神圣的建造 就满了金银宝石 就不是牧草和街 这里就有金 就有神的成分 也有十字架的能力 就是银 那也有神的彰显 其实就是宝石 那至终到末了的时候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工程呢 都需要被火来试验 所以呢 不是觉得 好像他之后再达到 再完成 不是 其实至终 我们一定都需要 经过这火的减合 我们都需要成为 那被变化的金银宝石 用金银宝石 来达到神的建造 就根据我们是用怎么样的火 来侍奉 所以呢 这个 我们的侍奉 其实都需要经得起火的 这个试验 那这里的话呢 就先看见这个 一个失败的例子 这边呢 其实弟兄一直强调 这个经文 那历维记九章的时候呢 二十四节是历维记九章的 最末了的一节 那接着呢 到了十章一节的时候 好像从一个很高的地方 马上就掉到一个很低的 但是这对我们是一个 强的一个警告 在九章二十四节这里呢 这个火呢 是这个神悦纳的火 那有火从耶和华的面前出来 然后呢 这个众民一见呢 都欢呼 所以是喜乐了 也蒙神悦纳了 但是到了这个历维记十章的这个起头 就隔了一节而已 就看到这个拿达雅比乎的失败 因为他们呢 虽然这里也有这个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但是结局却是天差地别的 却他们就烧灭 甚至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 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强的警告 我们绝对呢 不能陷这烦火 这烦火呢 就是祭坛以外任何的火 也是凡属的火 跟这个从这个 这个凡祭坛上的火 他乃是神圣的火 那凡火的表真 人献给神圣 是凭着天然的热心 天然的喜爱 天然的力量 天然的才能 那也是呢 己的火 是属魂的 属血气的生命 天然的生命 所以这个主耶稣呢 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呢 他说人若要跟从我 就需要背起十字架 这十字架呢 其实就是烦祭坛 然后又要否认及 甚至在路加福音 还加了天天两个字 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 否认及 那这样子的献烦火呢 其实就是犯了妄为的罪 那这个尼弟兄说呢 一个侍奉的人 容易犯两种罪 一种呢 就是呢 悖逆的罪 神要你做 你却不做 就像神要约拿 去传福音 他就逃到西班牙 就是现在的西班牙 但是神还是没有犯过 所以他还是顺服了 那另外一种就是这边的 这个神不让你做 你是用就是妄为 用自己的意识呢 自己的天然 自己的己去做 所以在神眼中呢 都看为都是罪 所以我们需要被提醒 那拿到亚比乎 他们这样失败的例证呢 很可能是因着他们的罪酒 那在陈圣言里面 他讲罪酒呢 其实就使我们 失去分辨甚别的能力 所以我们需要 有这样一个强的警告 所以我们不仅呢 需要注意呢 不是只有注意这个有没有火 其实拿到亚比乎 其实他们不是懒惰 不侍奉 只是呢 他们疏忽了 他们失去分辨甚别的能力 他们献上这个反火 所以我们不仅呢 需要侍奉 也要需要注意这个火的源头 它的souls 还有它的nature 它的性质 这个性质 这个植物呢 它可能是有毒或没有毒的 你吃到肚子里面 那个结局就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的火呢 就需要来自于这个祭坛 其实就是需要经过十字架 也需要再用应用十字架 在我们天然的生命 避免我们带进这个属灵的死亡 那这个火呢 其实就是神自己 因为它是圣别 它也是公义的 所以它是需要我们能够 能够在它的心意里面 这样来侍奉 就是这样的火 这样的动力 都需要来自于这个凡祭坛上 都需要经过十字架 那这里呢 我们好像可以把它整理成一个 神悦纳的条件 包括呢 这个在这个 这个纲目里面呢 它也列了一些的经节 看见这些使徒呢 他们这些服侍 侍奉的一些的榜样 那一面呢 悦纳条件 一定需要经过凡祭坛 你就需要有十字架 所以在成圣言里面 弟兄告诉我们 需要啃 要摆 要浪 那使我们在十字架上呢 神呢 祂就赐下 这个天上的火 就烧 就烧出这个侍奉 这有力的侍奉 那一面也需要有这个祭生 一面我们 昨天天我讲 我们要 不能要加财 要加这个平安祭的旨游 甚至要当作凡祭 我们也需要让这个火 一直烧着 一直烧着 那一面我们需要献上祭物 基督就是一切祭物的使祭 所以我们需要 需要有奉献 需要献上基督 那就有这个火的降下 那告诉我们说 这个火呢 是从天上来的 那后面有一个点 我们会讲到 这一直烧着 那这神圣的火 他乃是焚烧的三一神 使我们能够侍奉 甚至呢 我们能够 能够牺牲 我们的生命 能够完成神的旨意 那这里呢 其实他是 只有引用十二章十一节 就是灵力要火热 因为这是最关键的 我们侍奉要能够持久 要能够持续 直到主来 这个灵力火热 是最关键的 但是我们呢 还是把这个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从身体线上 到心思的更新 可以把它摆在一起来看 等一下 在这个十二章十一节 这边有一个注解 我觉得对于 有心侍奉的圣徒呢 是很有帮助的 过照会生活呢 是一定需要 这三个点 第一个我们需要 身体线上 第二个呢 我们需要心思 要被更新变化 那我们也需要 灵力火热 后面有一个注解 我们会再来看 那这里也讲到这个 这个 这个一些使徒们 当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呢 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呢 他们刚好结束 第二段的这个 第二段的这个行程 那这里呢 就主就拆拍 犹大跟希拉 其实他们呢 是不顾着自己的性命的 所以可以让我们看见 有一个奉献 有一个十字架的功课 在他们身上 所以他们是不顾性命的 那使徒行传二十章这里呢 这是第三次行程要结束 这个保罗要回到 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就是面对那些的 这些祭司长等等 这些的审判 他也不以性命为念 所以看见这个使徒们 这样的一些的榜样 那他甚至说 他已经预备好了 这个受死的心志 那到这边呢 可以让我们看见 这一幅的图画 有十字架 有这个祭生 甚至降下神悦纳的火 亚伦 其实他就是预表的大祭司 其实就是这位基督 那他呢 这个为百姓祝福了 他就献上了献祭 有献祭了 他就下来 这注解就下来 就是从十字架下来 但这位大祭司 这位基督呢 他从十字架下来 其实就带尽了这样的一个祝福 那就有火 从耶和华面前 然后呢 众民一见呢 就都欢呼 所以这是悦纳 神所悦纳 那主耶稣呢 他也在跟他说 我来把火丢在地上 那五十节的时候 我有当受的尽 其实就是讲到他上十字架 我们也看见十字架 也看见一个奉献 一个基督的献上 那 那 那 始如行传呢 这个 到 这个一个例证 就是五旬节的时候 这一百二十个人 为什么 这个圣灵会浇灌在 一百二十人身上 我们是不是也有看见 这个十字架 有这个凡祭坛 也看见他们事实上 是一个奉献的人 也是 那因着这样 就是有圣灵的降下 那 那 这里 在十五旬节 一章十四节的时候 看见这一群人 他们都同心合意 坚定持续的祷告 到了五旬节的那一天呢 就有 舌头如火焰 向他们显现出来了 所以这是 这个 这个 造会 初期造会的起头 就是等于新约时代 这个 这个 侍奉的一个开始 就是神悦纳的另外一个例证 所以呢 这 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这里 告诉我们 不仅呢 要 这个十二章 这不仅说我们要身体线上 但是当我们身体线上 昨天弟兄妹鼓励我们 要宣告身体线上 但是主还要拔高我们 身体线上还不够 一共我也是觉得说 反正所有聚会我都参加 但是你到聚会里面 你可能你的心思 还在想很多的事情 显然家里面冰箱的什么东西 然后 想到许多许多的事情 所以 那甚至呢 在身体线上 进到弟兄的 侍奉的交通里面 你会觉得 为什么弟兄们 好像都没有我聪明 动作都好慢 想一件事情都想好久 就所以我们还需要有心思呢 因为我们心思还有意见 所以我们心思需要受变化 但是当我们心思变化之后 还不够 我们很可能因得这样 就容易落到消极禁止之中 所以我们需要 侍奉能够长久 需要什么 就需要灵灵火了 需要常常 挑望我们的灵 那后面呢 也有我们操练这个 如何使我们这个 祭坛上的火 能够一直烧着的一些的 一些的这个操练 与实行 所以呢 这实在是需要 对一个有心侍奉的人 需要看见 不是只有身体线上 也不是只有心思的灵 更新变化而已 我们还需要灵灵火了 所以灵灵火呢 却是自终的关键 使我们能够侍奉 能够长久 所以我们要如何呢 能够使这个火 能够一直烧着 这里的实行应用跟操练 那看见了这个 从这个民宿记这里 这个在纲目里面 他民宿记 你看他看见 这个长线的纪 这个凡纪什么时候线 每日早晨晚上 安息日就是每周 那每月朔就是每个月 然后正是在一年里面的 七世的节期 这边是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出手节 但是在另外经节里面 其实出手节的安息日 也要献上 所以后面我们会讲到 这个节期的部分 你看从月节 到除孝节 到五旬节 就是七七节 到吹脚节 到遮罪节 到祝蓬节 都要献上什么 献上凡季 那所以呢 这个火呢 是一直烧着 不仅每日 每月 这个每周 每月 这是一年里面呢 许多的节期 都需要献上这个凡季 所以这个火 需要一直的烧着 所以我们永远 不要先聚会太多 从周一到主日呢 我们都要参加 所有的聚会 是我们呢 能够临力火的 能够一直烧着 那这里呢 其实有十二个点 至终可以带进神 永远精伦的完成 第一个 我们不该消灭那灵 然后呢 我们需要享受神 也就是爱神 那我们每早晨呢 也需要花时间 能够与主在一起 所以我们有一个 层层复兴 就日日就得胜 那也需要常常呼求主民 因为神对一切呼求 祂的人是丰富的 也需要导独主化 用我们的灵 来化擦神的灵 那就像这个火柴 这样一个灵 化学的灵一样 来化擦 使我们能够火热 那我们需要常常 没有保留的 向主来敞胎 也需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那甚至呢 我们接受了主的分次 享受了主 我们要把它供应出来 能够为主说话 那我们也能够彼此配搭 这里呢 就是看见这个以西节 以西节一章四节讲什么 讲风云火金 所以也有这个火 这个火就是圣别的火 那也讲到这个 四火物的配搭 四火物的配搭呢 是怎样 它显出的样式 如同火烧着的火炭 如同火把的样子 火在活动中间 来回散动 这火有光辉 从火中发出闪电 所以呢 我们的配搭呢 也需要在这神圣的火里 需要能够带进神 这个完成的一个行动 那至终这个七倍加强的灵 就如同七盏火灯焚烧 能够使我们起来行动 完成神 这个神 完成神永远的经文 那这里呢 就是这个 其实它是引用这个 但一里十一章三十二节 我就说 这样的经节怎么引用这里 原来它是在讲这个 这个马克比家族 它这个 捷径了圣殿的这样一件事 这个是以色列呢 他们有一个 一百年的一个复兴的一个光景 所以呢 现在需要我们 常常淋漓火热 让这个火能够一直烧着 对一个有心侍奉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信息 对我们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拯救 好 那我们也要注意 那个这个 强警告的话 避免我们献上的 凡俗的火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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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爱你